这段大家基本上都看过 我先继续 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段小小的NTR的剧情 是当时啊 我收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同人本 那里呢 把那段剧情稍微魔改了一点 当时啊 就是弗雷和那个姬拉 用非常 坚 坚淫 哦不对 就是用非常那种鄙视的眼神 看着那个 就是被NTR的那个小哥 然后弗雷说了一段 就是戴眼睛的小哥 对 戴眼睛的调整者呢 他的哪里都比你优秀 动画里没有这样 动画里没有 然后他们就走了 就是可以说 当时那个 我不小心搜到那个同人本 不不不 有诶 动画里也说 他是说 戴眼睛是新人类 也说 对对对 都很强 对 好像这样 戴眼睛说 你不可能打败我嘛 对对 然后让他们走了 然后那段本子呢 就给我造成了一定的童年阴影 为什么啊 为什么童年阴影啊 伏雷说 戴眼睛呢 他可是哪里都比你强 哪里都比你强呢 所以 好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 这个 我们是不是说模型的 没有 我一直想笑 忍不住了 已经做好了 本体一个 然后呢 配的小匕首 非常经典的 就是在过场的时候 会有这个 他有拿匕首一个姿势 还有这个步枪 突击 差点说成突击步枪 光束步枪 然后接着你一个 那个标配的 就是空战装的这个盾牌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空战装的飞行背包 这就是全部了 可以说就是非常的还原了 几乎没有需要补色的地方 对 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具体的细节 先来看看本体的部分 本体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了 就是分色什么的 还有可动什么的 但是要 我们要先夸一下他的这个尾骨架 对 就是整个机体的一体 它都是 几乎像RG一样都有全身的骨架 但是这是就是伪造的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它是没有那么的完全的显示出整体的这个内部的构造 但是已经就是作为一个HG来说 它已经非常的优秀了 你想想以前的HG很多都是比方说手脚的部分 或者就是其他有些地方都是空壳 空壳的只有外面的 但是这次很实在 然后就导致了就是有点像当时做那个HGTO的那个红扎骨 就是夏天专用红扎骨 那个也是几乎是全身都是 不是全身啊 胸腔是没有的 就是手脚的部分 它也有对应的骨架 这就很良心了 作为HG来说非常良心了 简直是不一般 不一般 Amazing 而且它价格只有大概64元67元左右 就很便宜 然后呢 就是当时我们不是开盒的时候也聊到了吗 就是它 我们开盒在前面几期 小伙伴们如果想看具体的开盒呢 可以去看我们前面做的专门的详细开盒 这个本体呢可以看一下 来看 贴纸的几乎不需要补色 分色也非常的优秀 然后呢 背包的就是喷口这里呢 需要稍微补一点色 当然它边边也有红色 我就没有补了 然后呢 脚踝的这个地方 需要补一点颜色 看到吧 就是这里本身是红色的一体色的 我补了一些灰色 如果说平 如果说你进行了灰色补色 像这里 这里一个巨大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本来是白色的 我补了灰色 如果你要把玩呢 就不太适合把玩了 会蹭掉漆 要小心一点 然后背包这里需要补色 其他是 几乎完全不需要任何处理 就是你只要稍微的勾勾线 增加一点这个细节就可以了 面部脸也是非常正的 然后来看看它的 有点干涉 就是你如果你想要它360度的转动呢 要小心的调整角度 因为我这里都上好了保护器了 而且就是也补了色 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面部这里呢 我使用就是保留了它的贴纸 就是而且还有监视器的部分 还有背后的这些东西 都有给蓝色的贴纸 可以看到 看到这里 然后其他地方 就是你看它这里灰色红色蓝色 的这个分件全部都是靠互相之间的这个穿插来形成的 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处理 就很简单的 老B利用这个互相之间的结构 就形成了 那这一款非常适合新手 对 而且在没有什么工具的情况下 都可以很好的完成 就是因为你不需要进行什么补色 完成度会很高 然后可动什么的 你看 想想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东亚重工合成人间那一期 就是老B SHF的那个素体 它都没法做到 像这么的完备 你看 去进行一个曲肘 然后去抬一下 看看 非常轻松 还可以继续抬 你看就是 胸部这里这个关节是可以拉出的 看到没有 这个部分可以拉出 这个就 哇 这可 就是说老B可以说 在这款上面下了很多很多的设计的功夫 左右腰部 腰部比较没长 以前我们聊过的问题 说老B说主绝器 不好好用心做 对 但是这款就 我觉得做的很棒 主要是它有一款以前的这个HG版本TV 就是TV版HG 那个就是有点大和园的猫男 悠悠种种的感觉 这个相当于新生版了嘛 就是完全的按照现代的这种修长的审美 哎呀这个 对对 就是完全的就是 比例腿这么长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其他的部件 其他部件我们就轻松略过一下 首先匕首的部分呢 本身是给了一个灰色的一体的颜色 这里我把接刃的部分呢 补了一点浅灰色 就是模仿官图啊 稍微的就是补了一下 然后盾牌的部分呢 就是万代是有给贴纸补色的 只有这一个白色的这个边是补色的 你可以看到 我是在那个灰色还是红色的一个底色上补的白色 所以稍微有点不那么白 你可以看出其他 有点灰 就和周围的这个白色是 就是 就是能看出一点点差异的 对就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喷底漆 就喷底漆会造成就是 就是它的附着力啊会一定降低 而且呢底色会有一点显色 会造成呢就是我喷的这个最上面的一层颜色 它可能会不会那么完美的还原这个颜色 然后其他部分呢我这里额外的把这个把手的部分补了一下灰色 实际上呢就是它是纯白的一体白 为了显示出这个部分是可以握着 但实际上它拔不出来了 只是一个够 只是一个样子 对对 一个假的结构 对 只是这个地方可以固定在那个 就是这个 强袭本体的这个 你看 手后面有一个这个洞 然后就是 我只要把它这个勾上去 就可以了 就这样就可以固定上 手甚至就是 并不能做到握持这个盾牌的效果 也就是说 本体上它虽然下了功夫 因为它定价的问题 因为它实在是很实惠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它在这个盾牌 这个握持这里就进行了缩水 像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吉姆 它甚至都可以握持那个盾牌的部分 但那个吉姆就是它 它的武器包整个就特别出彩 对对对 然后那个 这个光束步枪的部分呢 就中规中规就是一个完整的灰色 好 接着再看它这个飞行背包 这个就是非常的赞了 完全不需要补色 除了 除了再说一下 这里还是因为那个没有喷底漆的缘故 你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发色呢 就不够艳丽 其实我用的这个漆啊 其实跟这个红色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 我是在黑色的底上 喷的这个红色漆 所以说它就 这个就变成暗红了 然后这个就比较鲜亮一点 但是大家请 不要仔细看 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 完全它就配色很好看 其他几乎 就不是几乎 就是完全不需要补色 这个分色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就是作为HG 而且这么低的定价 然后老B 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一款 其他的老B非常认真做的 比方说HG新生的七八 土老B 我们这样提完土老B 还有那个HG的那个 TV版的那个铁血 三名老汉开的那些 那个老B都是又便宜又好 真的设计太棒了 之后的那个HG的那个 铁血的狼王天狼座 我们准备就是再做一期 也不是再做一期 我们也把三名的几台机器都做了 对我们加油 我们尽量的就是 达到一个就是给大家 就是把几个主角戒 都稍微回顾一下 因为太经典了 而且这老B设计的是真的好 而且造型是真的帅 哎呦 吹上天了有点 打住打住 好 您不要制止我 我这样吹 好 其实这个光束 这个键柄也可以拿下来 老B也给了对应的这个 就是那个红色的透明键 就是形成这个键刃的部分 好 这就是它的所有的配件的细节的部分了 好 那我们就来把这个 就是东西都摆上 看一下 来摆一些 我们先摆一个这个PG墙齐 就是峰绘上的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也是可以轻松就可以做到 可以说 就是完全没有了那种短短粗粗的效果 而且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 也不能说它还原动画了 因为动画里面其实 呃 就是原设啊 它是也是短短粗粗的那种效果 我说现在它这个造型 特别有那种凌铃的感觉 除了没有太阳炉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AXIA 都是用那种近战兵器嘛 然后这个拿了一个匕首以后 你就会感觉特别香啊 而且零零就是AXIA 就是塞兰特别喜欢扔东西 就是天然人估计会给它扔破产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款最让人惊艳的地方是在那 就是平时我们在有了很多大的背包以后啊 就是可能会就是机体会就是会向我倒 很久以前啊 就是会有各种玩家就是反途嘛 会说就是啊 我做好了 然后接着大家背了个大背包 然后机体就向前冲 对了 或者是他们完全就只能用指甲来支撑起来了 对对对 我来给你看这这一款正因为有了这个维股价 它内部有这个一定的构造 就产生了一定的分量嘛 我让它站直 你看站得非常的直 站桩状态 然后接着我把它背包插进去 插入从背包 这后这里有个孔 然后把它插入 哎呀好紧 好性 插入以后 我这样非常站稳 有点倒 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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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手手臂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为了吹我要把它做好准备 手臂稍微调整一下 你看啊 没有向前倾倒对吧 这很站得很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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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得很直 看我来把这个阶级性再调整一下 为了吹也直 好你看啊 非常的稳当 是不是是不是很酷 可以可以可以 很强很强 这款只要60元 我竟然调这么便宜吗 搞像电视购物一样 你看真的是非常的稳当 如果说我给它本体加上这个武器 或者光束步枪的部分 那就是说根本没有问题了 我再把这个E的部分调的稍微 慢一点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只要60几你买不了吃亏 你买不了上当 结果跟真的一样了 就是不会像 因为我当时看Seed嘛 特别迷Seed或者Distiny 然后我当时买了全部的 1B100的TV版的那个 就是拼装嘛 全部都是你不上支架 就是肯定倒 而且都短短粗粗的 就这款新生的HG 想起 虽然说以前也做过一款 当时没有认真做 当时贴纸都是直接贴的嘛 也没有去喷漆去补色 刚开始没有这些概念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 不 新生的 你说你新生之后也做了 不是小时候做那一款 对不是小时候做的 新生那个 因为乐乐小时候做的都在 在鼠柜里到上收着的 我记得 对也许我们过年了 回去可以再拍一下 对都还在呢 就是说这款真的是造型优秀 而且就是把玩的感觉 因为HG它不会像RG或者MG 你做的就叮叮咚咚掉件 或者是软什么的 就是你别说什么 就是老B它组合度什么 没有问题 但是它其实如果说你要深究它的把玩性的话 它的拼装版确实是没有成品版的那种 就是紧实或者是 你不能这样讲 价格 价格 哦对 价格确实 确实说价格是有一部分的因素 就是拼装版确实就是HG的 确实就是比RG耐操 是不是 对 对不对 没错 对 把武器都装上了 非常经典的空战 空战装强袭 屁股上有一个 这个屁股里面有一个这个 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这个都有的 对 然后接着我们把它弄上 这个支架呢 是要令售的 是万代的1比144专用的这个 就是拼装支架 然后把它摆出这个经典的姿势 就是OP里面 经常会摆的这个姿势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姿势摆出来了 可以说非常的还原 动作可动上面 这里应该敢加一个LOGO 你看 Skoda Gondam Seed Skoda 这个琴鞋的LOGO 可以说非常的还原 但是呢 肯定会有这个弹幕或者小伙伴说 我宁愿选择RG 什么之类的 这里我正好有一款RG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RG和这个HG的感觉区别 可以说HG呢 就是保持了动画版本的这个剪接风格 RG呢 则增加了这种 现实中有没有这款 这款高达呢 以现实的那个机械纹路或者构造呢 去假想了这个高达 在现实中可能会有什么样子 但是我这款RG呢 稍微有点灰了 对 时间有点长了 对 稍微有点灰 RG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款HG呢 你摆放出来以后啊 就是它会孤零零的多出来 两个这个匕首 就是这个部分 但是RG呢 是没有关系的 RG这边呢 是仿照MG啊 它可以把这个东西收纳在这个里面 搬不出来了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反正就有 对 反正就有 然后呢 RG全身呢 还充满了这种机械纹路的这个设置 而且呢 还有各种金属的贴纸 而且呢 细节 细节更丰富 更丰富 分色呢 也是完全没有补色的需要 但是呢 HG呢 就是相比于RG呢 它更耐操 更适合把玩 而且呢 制作上更简单 然后呢 价格更便宜 价格就是一半吧 就是你能更快的得到这个拼装的完成的这个乐趣 而且就是 你补 就是也不是说补色非要自虐啊 就是 确实它有需要一些补色的地方 但是你完成后呢 成就感会更高一点 可以说就是大家可以根据 更有优劣吧 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 去进行选择 好 那么就总结一下 这款HG的CE的强袭呢 真的是非常的棒了 就是 前面也说过很多了 就是小伙伴如果喜欢呢 就不要错过了 当然肯定也会有人选择MG 或者是那个精密一点的RG的系列 这都非常的棒 毕竟是亲儿子系列嘛 对 就是 非常值得购买 对 因为它在50元左右的这个HG的系列里面 就是 在我心目中啊 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几款机体之一 对 就排得上名次的 对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更好的那种性价比很高的机体 可以给我们推荐 之前还有个观众推荐了给我一个HG的资达 就是那个联盲军在就是在剧情里面啊 联盲军还做了一段TV小动画 一些嘲讽 对 上都不起看的 对 主角一行人在那个战舰里面看都气死了 对 所以HG的资达呢 我们到时候也会就是做一期给大家看 小伙伴们呢 如果有什么想推荐给我们的好的机体呢 也可以在留言弹幕都可以告诉我们 对 对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呢 张鱼的玩具呢 可以去关注我们的优酷和B站的视频频道 嗯 那就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